未來一週天氣在今明兩天 還是受到台北的颱風和外的水氣影響 因為週末兩天都還是比較容易下雨的 我們預計在下週一的時候 將會有另外一波東北季風的增強 屆時在北台灣將會轉為濕涼的天氣 此外也要提醒大家 第21號康瑞颱風 它未來路徑還是比較大的不確定性 也請大家留意後續的颱風最新的資訊 首先我們從微信課大家看今天的天氣情況 今天台灣主要還是吹比較偏東南風的天氣型態 水氣比較偏多 主要就是因為台北颱風所帶來的這些水氣 目前台北颱風大致上是在南海的位置上 持續向西移動 在明天將會持續向西遠離台灣之後 台灣的水氣在明天將會逐漸的減少 另外我們也要關心在關島附近海面的康瑞颱風 目前距離台灣大約是在東南東方 鵝鵝壁東南東方約1800公里的海面上 未來一樣持續向西移動在周末兩天 差不多在下周一開始 將會有逐漸在飛越東方海面北轉的一個趨勢 往琉球海面前進的情況 這邊要特別提醒大家 康瑞颱風在未來一周的一個 未來的一個前進的一個路徑上 還是比較大的確定性 特別是在北轉的一個時間點 如果在下周一的時候 目前預估在下周一左右 如果是比較晚或是比較偏慢一點的話 將會比較更接近台灣的情況 由於入境目前都還是有比較大的不確定性 我們也不排除它未來有機會更接近台灣 氣象署將會持續的關心這樣子的情況 那至於在未來一周的天氣來講 目前我們的一個預報來看的話 主要看對的颱風還是會比較有一定的距離 北上往琉球海面前進 因此對台灣的天氣影響 目前來看並不會到太大 所以預期在下周一還是以東北季風影響天氣為主 我們關心今天兩天的天氣來講的話 今天吹東南風的情況下 在南部東半部地區都還是有較大的雨勢出現 所以有局部大雨發生的機會 此外受到午後熱力作用影響 在中部的山區 中部以北山區也會有局部大雨發生的情況 那由於這幾天在山區下的雨勢是比較多的 因此在山區土石還是比較鬆亂 前往山區要特別留意安全 有一些天 之天